欢迎老妹 今儿是谁要来的 是我要来的 来干啥 他要和我离婚 所以我来这个 为啥要跟人离婚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男人 没有责任性 上班总是三天打雨 两天晒我 二十多年了 我也到他身上 没有得到温暖 结婚二十多年了 我听这个小片里说 现在小儿子才六岁 小儿子六岁 你们几个娃 我们两个 老大是 老大儿子 老二 老二 咱还生呢 我想要个姑娘 我只望他也只望不上 女儿比儿子说话贴心胆 老了以后 给我弄西西三生 结果病不好 也没有生下 女儿生了个儿子 所以说 生老二是因为 想有老了之后 有个疼您的人 对 所以您觉得这个男人 既不上进 也不懂得疼女人 对 所以您现在过不下去了 对 想跟他离婚 对 说说吧 怎么没上进心 他干活 总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 我一个月 正是三千两千的 他就足够了 小腹即安 咱们已经四口容了 现在全靠他 当初怎么看上他的 怎么结婚的 当初我们是介绍人介绍的 半年就结婚了 半年就结婚了 对 没有那个感情基础 就两个人结婚以后 老吵架吵架就是 结婚之后 第一次为什么事大吵 还有印象吗 就因为刚结婚 我爸来了 他那东饭都吃不起 没有钱 然后呢 没有钱 我爸就走了 我心里面就不舒服 咋会连顿饭都吃不起呢 没有钱呀 你吃饭不得买菜呀 买肉呀 给您一说 当时穷的连饭都吃不上 是这意思吧 就是 那你干嘛嫁他呀 我嫁给他就稀里糊涂 嫁给他了 给彩礼了没 给了我八千块钱 彩礼 你二十年前 八千块钱是个钱哪 没钱呀 我反正找了他过去 就没有钱 没有钱他也不出去赚呀 就第一次就是因为 老父亲来 没吃上一顿饭 老父亲走了之后 怎么着了呀 老父亲走了以后 就觉得行里面 就挺伤伤的 有次我洗碗 他嫌我提了 他就把我打碎了 打碎那个碎片 就把我收回去给划伤了 他就一甩蒙 他就走了 最后我就想一想说 刚接红车一两个月 就这样的 吵吵闹闹 打打闹闹的 我说这个日子 就没划过了 那你回娘家了 我就回我妈家了 那会我就已经怀孕了嘛 后来我爸说 你已经怀孕了 回去吧还是 后来我就回来了嘛 自己回的 还是他接的呀 我自己回来了 娘家有没有人送啊 没有 就是我生孩子的时候 他把我妈接过来嘛 接过来我妈就住了 住了十来天 我妈就回去了嘛 因为他住那么短 就回去了 他对我妈也不好吃呀喝呀 从来我妈就走了 所以其实您从结婚开始 对先生就是不满意的 是这意思吧 我不是不满意 我就是说 我这个家里面 你敬礼 你对我就负起一份责任了 你就敬礼出去挣钱 那我找着他家庭就不好 我不是说嫌你穷 我说你敬礼 敬礼 敬礼就是对我 就是负起这份责任了 说你找了我来 我就对你就负起这份责任了 那后来家里面有没有盖房子 或者买房子什么的呀 买房了呀 买房子 还买房了 买房子是我借的呀 他都不出借购 不是借购还得还吗 还的时候我也出去打工了嘛 我要不挣 他肯定连这个债都打不出去 您这个从嫁给他到现在 到底打了几年工啊 有个六七年嘛 其实说白了也就是 在你们结婚的二十年当中 有十几年这个家是靠他养活的 十几年我们原来有孩子呀 孩子没有 我就出不去嘛 对对对 等于大儿子大了一些之后 您出去打工嘛 打工你们俩谁挣得多呀 打工肯定是他挣得多吧 他比你挣得还多 我是女人吧 他是男人吧 那你干嘛还抱怨 你看有俩儿子了 房子也买了 为什么还要抱怨他呢 他没钱 我们那个大儿子 三五六岁的时候 我妈妈来了 住了五六天 我妈妈又回去了 我说家里面给拿点钱 都没有钱 我让他说出去借责 五十块钱 他都不给我出去借购 但是你看那会儿 过得那么苦 后来不也买了房了吗 是不是 借五十块钱 大老爷们给你出 借五十块钱 能好吗 你知道大老爷们 就出去借钱就丢了 你就给人家打 你就五百块钱 你就挺有面子的 就从来就没有 来往过的朋友 就说儿子结婚了 请他呢 请他 他就没跟我说 他就给人家打五百块钱 从来不来往的朋友 你要是来往的好啊 说让人家请了 说说你就给他就给他 从来不来往的朋友 这个咱们家庭里面 也没有钱挺困难的 后来我说了 他还要把我拿上下楼 光底 请我去评论评论 买房那些饥荒都还了吗 现在还有两万块钱没还了 就还有两万块钱的饥荒 还没还 这个房子也不是说 那个太好的房子 房子就是二十万的房子 没有太好 行 听明白了 那咱们再看看 那男人对你上不上心 好不好 没有上心呀 他钱这么直来就别说了 他家里面都 啥都不干 回来家里面 就躺着玩手机 就是地下就是 换不下脚 他都不管 从来我二十年 你干的那个活 有我的累吗 我二十年 都没听过他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一天在工店干多少活 还多少次了 你都喝一会儿了吗 他不心疼我就算了 孩子都不管 说喝点水 他就当没听见 他也不给倒 有一次不是他喝水 那么把玻璃被打烂 他就把屁股打红了 我说你 那他长点记性也不对 你就是他打烂了 你别打他 你就给他解释书 你打他也没用 大儿子去年把手机丢了 他骂大儿子 他说你今天把手机丢了 你明天头也是个丢 骂的我大儿子都不敢回家 你说他丢了他乡里面 好说吧 让他长记性 孩子后来回家了吗 没会啊 那儿子现在自己工作吗 还是在读书啊 工作他也挣不上个钱出去 家里面我说儿子大了 咱们要给儿子 挣点 打算 房子 娶媳妇 面临的都是要钱的地方 工地出了工地 办法下雨 哪天不干活的 你冬天呢 哪多会儿去 冬天呢 冬天的工地肯定少了 冬天我说你出去 干点别的 不出去 所以你不满意他这个是吧 我不满意这个 我不是要求他的大法大不 我就说他有这个责任性 对孩子 对我 你要是说你没有责任性 你不想害了我 把孩子都害了 你们这次为什么要离婚啊 我就因为这个 之前二十来年 我就为孩子 不都忍了吗 没跟他离婚 我一说起孩子离婚 我就看见孩子好可怜 我要离婚 没有人造型 我现在也不想为了孩子 哭自己了 那您未来怎么生活呢 孩子还那么小 我出去打工也能 孩子不是才六岁吗 六岁送幼儿园 我打工也行 所以如果从现实的角度 来看的话 就是老公我的体会 还是努力了 但是可能能力不够 是吧 因为在干体力活 随着年龄的增大之后 你的体力越来越糟糕 挣的就少 也不是不努力 房子也有了 对吧 两个娃也在养着 但是你会觉得 她不够努力 对吧 不努力 她本身就不努力 不是说我 不会绝对不努力 第二个原因就是觉得 最关键的是 这个老公不够疼人 对吧 一点点都谈不上了 所以您是铁了心 要离婚 是这意思吧 对 媳妇这么决绝 你咋想啊 哪能让她离婚 要是不能让她离婚 这样子不缺 工资不缺给你了嘛 你给我又不够花呀 你这么大一家 你咋翻了 我又不是 放外边来 我都没给你 我将我最大努力 将你最大努力 就不是个过这个字了呀 您是觉得 她没有进最大的 没有进 就没有进最大的努力 所以您这次是想 激励一下她 让她再努力去挣钱 还是怎么着 我就是说她 再努力 必须地努力 我儿子那么大了 二十岁了 二十岁的孩子 应该自己努力了 她不读书嘛 她应该好好工作了嘛 她应该自己养活自己 她是成年人了嘛 你给她娶个媳妇 是不是你的责弄 不是 她娶媳妇 她自己的事 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没有责弄的 娶媳妇是自己的事啊 你养她养了这么大了 家庭不好呀 您怪家庭不好啊 肯定家庭不好 我就怪她 我现在就怪她 儿子没读穿书 我就怪她 反正就是所有的命运的不幸 都怪这个男人了 是对意思吧 我们儿子上十一岁 我就出去上班 我就过不来照顾她 就是您认为 现在所有的生活 际遇和不满 大儿子读不成书 大儿子要娶媳妇 有压力 小儿子有成长压力 这一切压力 让您压得透不过气来 对吧 肯定 我现在就活着生累呢 可是您在跟她过的话 好歹她每个月还教您 两三天三四千块钱 让您开支啊 您不跟她过 您怎么生活呢 我出去打工 我现在也打工了 也证不了多少 对啊 那好歹两个人 还有个互相帮扶和依靠 您是觉得离了婚 我不想依靠她了 就是离了婚之后 我去改嫁 对 我觉得哪个男人 有责任性比她强 她呢 就是我督促她 说今天你出去吧 你出去干活吧 今天你做不成了 我就怎样地督促她 那别的男人 就不用别人督促 就知道自己的事情 自己家里面就做不成了 听明白了 我听明白了 面对生活的压力 她给自己做一个选择 想改变我这个现状 我能改变的方式 就是离开她 是这意思吧 对 行 你听听老师们 怎么说你们好不好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妻子刚才说 丈夫在家里经常摔东西 我不能摔她呀 只能摔东西 不能摔她 家里经济状况又不好 摔的东西 那也是钱啊 那么这一种傻恨 这就是一种没本事的表现啊 他们有时候不和你计较 因为你是家人你是亲人 你看今天她和你算肿胀了 但是有一点我也不认同 你认为家里穷就是因为她造成的 难道你没责任吗 我有责任 我有孩子出不去吧 这也不是理由啊 现在有很多的家庭 也有两个孩子 家里经济状况也不好 但关键问题 他们之间不是相互埋怨 而是大家共同去努力啊 赚两三千块钱确实不多 能多干一点就多干一点 我知道你委屈 但这种委屈的积怨 不能在这样的一刻 全部推给她 你们两个人的核心问题是 没有在这样的一种家庭状况下 两个人共同去努力 共同谅解 你想到的 除了埋怨还有什么呢 她当然做得不好 傻恨不好 偷懒不好 而且在孩子的教育上 她没有尽心不好 但是这一切 我们说一个家庭的温暖 是要靠两个人共同努力的 你不妨试试 你自己先努力起来 看她怎么办 好 谢谢薄红雄 从一开始 你们二位在上面的时候 我是对你有同情的 我觉得不容易 她不尊重你的爸爸妈妈 就是不尊重你 可是说到现在为止 你每次说出一句话 我都想为她说一句话 你要求男人要懂得责任 懂得分担 为妻子来分担家务 这些都没错 这是我们现代家庭观念提倡的 可是前提是 这个女人是一个值得去心疼 和被关心的女人 值得为她分担这个家里 所有的事情的一个女人 首先这个女主人 在这个家里面是阳光的 她是能把这个家照亮的 妥妥当当 然后给予男人一定的鼓励和支持 不埋怨不抱怨 我对现在的生活知足满意 那这个男人是应该为这个家庭分担 是应该给予关怀 可是你有吗 你除了天天逼她出去赚钱 天天说她的不是 对比别的男人有多好 你还能给她什么 想要走下一步 可以 没有错 但不要把错全怪在一个人身上 也不要不知足地指示着抱怨 把这一摊所有的问题 儿子没读书 自己过不好 家庭到现在这样 全放在这一个男人身上 她背负不起的 我知道在您眼中 已经看不到任何的爱和好了 那咱就潇洒地离开 不埋怨不抱怨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双大老师 你把所有对命运的怨恨 都报复在老公 甚至是孩子身上 你说你爱孩子 我真没看出来 但儿子不读书了之后 到二十岁找不到工作 好 是你的错 然后还要生二胎 生二胎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要个女儿女儿对我好 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 你对命运的怨恨 你看你恋爱没有恋爱 结婚直接没人 拿了彩礼你就嫁过去了 嫁完之后 你看到了选择权 觉得我是可以离婚的 可是你又不敢选 被捆绑住了 怨恨有什么用呢 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自己做了多少的努力呢 我承认你老公确实是 不是一个非常担得起责任的男人 但是他也不是什么都没干 他就是那么个条件 就是那么个资质 你要么选择跟他过下去 要么早一点选择 不要跟他过下去 何必去怨恨 何必去把这种负能量 输送到小孩的身上呢 不要怨恨 双方把责任分清楚 让孩子进入一个 真正的属于他们的未来的 不是说去帮他们 要解决结婚的问题 解决生小孩的问题 给他们一个未来 独立生活的权利和能力 这是作为父母的 真正的责任 你给他娶个老婆 不是你的责任 你给他教育 你给他工作的能力 这是你的责任 给他独立意识 这是你的责任 所以我在这儿 唯一要对你们说的就是 不管你们离还是不离 救救你们的孩子 就是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你所说的别人家的 负责任的男人 除了这个男人 本身有上进心之外 更关键的是 他们有婚姻基础 他们有感情基础 你们俩之间 最糟糕的不就是 在最初结婚的时候 你们是没有感情基础的 对 那么这二十多年 难道日久都没生情吗 一点都没有吗 我觉得我就对不起他 我十个号就对不起他一个号 不是 你回答我的话 我说你们这二十多年 没有积累一点点感情吗 我觉得他就刚刚没感情了 没感情你给他生两儿子 那我很难相信 你带着你的小儿子 能够找到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能够为你负责任 我觉得随便找一个就比他 比他有真 我不知道你听了什么样的人 给你蛊惑的思想 突然之间就想畅想一个这样的未来 但是我实话告诉你 如果说你想靠一个男人 来改变你的命运 给你一个所谓的婚姻 给一个你所想要的那个家 这是根本不切实际的 你可以不跟他过 但如果你把自己随便地 放到另外一个男人手上 那你将来的结局 会比今天还要悲惨 要离其实就按正常的理议 房子一人一半 你该怎么找就怎么找 但你能做到不后悔吗 走了就别回来 行吧 自己好好想想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二十万的饥荒 还了十八万 这一个月才挣多少钱 那日子过得可想而知 基本上都得出去工作吧 那就每年得干到个 六七个月 七八个月吧 每年要干 六到七八个月的重活 年轻的小朋友 不知道什么叫重体劳动 读大学之前曾经干过 知道什么叫重体力劳动 我心里面还是比较了解这个的 我只想说一点 人得学会知足 没有批评您的意思 但是咱首先要知足 您是向外一个美好的生活 对吧 是不是 可是您就没想 我怎么才会有美好的生活 您把所有对美好生活的寄予 全部放到了别人的身上 首先放到了这个男人的身上 我嫁给他可能会好 您失望了 其次放在了儿子的身上 我养了一个孩子可能会好 结果您失望了 再次您放到了 未出世的一个孩子的身上 想象了一个人 我养一个女儿可能会体贴我 我有个说话的人 结果失望了 现在又放在了 您认为已经开放的眼界里 我不要这个婚姻 我不要这个窝囊的男人 我再来一次 我就会好 如果幸福生活是这么简单 靠别人 那我觉得 这个世界上没有幸福 因为所有的幸福 都是自己一手创造的 我们看到过 比您日子过得难的 人 但是日子过得热气啊 有家的味道啊 每个人都有追求 幸福生活的权利 但是在您追求 幸福生活的时候 麻烦你别忘了本 生活就是这么点逻辑 四十六岁了 四十六 如果说过去不努力 现在再努力也来不及了 干重体力活的人 从现在开始 您的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 您得保重身体了 已经这么慢悠悠地 过了大半辈子这样的日子了 那就接着把这个日子过好 这个日子过好 不意味着一定要有一个婚姻 有些人你是守不住的 主要有孩子呢 有孩子其实没关系 孩子要走自己的路 才是对的 如果您真有那个心 您带着小儿子过 我现在都给孩子 什么都没争下 什么都没有 陆琪老师说得特别好 我们给孩子的不是存钱 不是娶媳妇 我们给孩子的是 自己独立生活于这个社会的能力 就一句话 尊重一个嫁给你二十年 给你生了两个娃女人的决定 不要强迫和强留别人 一起进入 抖音真情六十秒 还是回来吧 我实际挺努力的 你看不到我的努力 实际我有时候还不对的 请你原谅我 我觉得你也是不容易 但是我也不容易啊 二十年生之间用 我也跟上你 也没有好过一天 这事情让我想要想再说了 你以后就少捞到我这儿就行 我这就每个公司全给你了 你就看不出我的努力 让我想要想再说了 你以后咱们还是回去过日子吧 我以后会 更加爱 来吧 我们看看在他们爱的记忆当中 都存在哪些真情或者叫爱的片段 来 让我们一起打开爱的记忆 我们小儿子老师问你的愿望是什么 他说我的愿望就是我们家四口人在一起过个生日 我们小儿子画着爸爸妈妈哥哥他画着爸爸喊不高兴 为啥不高兴啊 他平常就对孩子就挺凶的 就画着他个不高兴 所以您拿这话什么意思呢 我就是让他看看他对孩子怎么样 大哥您那放的什么呀 我放的是张电影票 一家四口看个电影 他一天唠唠唠唠唠唠唠 就后来把这电影放过去过去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请关门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际君 墙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來 回吧 回吧 謝謝你們啊